大家好,今天我们通过卫星地图了解一下江苏实力最强的十个县市,看看有你的家乡吗? 昆山市,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,GDP总量为4045亿。 昆山市江苏第一经济强的县级市,连续多年被聘为全国百强县,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之首,是百系之组昆取的发源地。 江英市,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,GDP总量为401亿,其地处江维海头,长江咽喉,历代为江房要塞,市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河湖海连运换装的天然两岗,民营经济发达,制造业强,被誉为中国资本第一线。 张家港市,苏州市代管县级市,GDP总量为2547亿,张家港市沿海和长江两大经济开发带交汇处的新兴港口工业城市,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县级市之一,境内拥有香山、济阳湖、凤凰山、永连小镇等风景名胜。 庞首市,简称于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,该市因土壤高卧,岁无水汗之灾得名,长熟,GDP总量为2270亿元,其地处江南水乡,素有江南福地的美誉,市无文化发祥地之一,一直位于中国陷于经济、文化、金融、商贸、会展和航域中心的前列。 海门市,该市于2020年测试社区,隶属于南童市,GDP总量为1352亿,海门素有江海门湖之称,被誉为北上海,是中国文明的科技之乡、纺织之乡、建筑之乡。 泰仓市,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,GDP总量为1325亿,泰仓因离上海近,故此成为上海的后花园,泰仓经济发展异常迅猛,为江苏省经济强线市之一。 卢高市,南通市代管县级市,GDP总量为1120亿,其境内拥有长江岸线48公里,被国际自然医学会评为世界六大长寿之乡之一,这里也是江苏的历史文化名城。 启东市,南通市代管县级市,GDP总量为1158亿,启东市及黄金水道、黄金海岸、黄金大通道与余生,是全国对外开放口岸,被称为海洋经济之乡,这里也是江苏日出最早的地方,被誉为江海明珠。 丹阳市,镇江市代管的县级市,GDP总量为1122亿,其地处长江三角洲,上海经济圈走廊,境内水路交通便利,被列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,境内的大港港口是对外开放的长江第三大港。 那朋友们,你们的家乡发展怎么样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